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的田园独特风味 制作建德风味鱼头王 为什么鱼尾也要入菜来搭配 那咱们这不是鱼头王吗 你这鱼尾怎么上桌了呢 在冬季的荷塘中寻宝 会找到什么美味食材 有什么东西啊那边 整只甲鱼和整只鸡一同炖煮 还要搭配哪些食材 才能寓意实权实美 需要切割一下吗 就是要全鸡 全甲鱼 要想烹制一道名为 千里飘香的风味菜肴 为啥先要腌制猪大肠和豆腐 这个味道就听中了 本期节目跟随味道调查员 走进浙江建德 探寻当地的特色香煎风味 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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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开心 水资源丰富的浙江建德 江河溪流密布 盛产各种水中制鲜 当地有一道最具代表性的家常鱼头菜肴 在烹饪技法上别具一格 每逢重要节庆日 人们都会用它作为压桌菜出厂 究竟是怎样的美味 如此深受当地人的喜爱呢 每逢年底 建德市阳村桥镇长宁村都要举办一年一度的敬劳宴会 这道建德特色鱼头菜肴正是宴会上的重头菜 王庸君大哥作为掌勺人正忙得不可开交 他让味道调查员帮忙 同渔民唐玲珑大哥一起去捕捞鲜鱼 回来好制作这道鱼窑 我现在应该配一把宝剑 有一种仗剑走天涯的江湖感 咱们穿成这样真的是去捕鱼吗 对 前面雪深一点的地方 去捕鱼为何还要特意换上古装呢 这让味道调查员十分不解 唐大哥说 等到了捕鱼的地点就自然会明白了 在我们这带旅游摄影的里 不光是相机的 还有那个手机摄影的 原来每逢开鱼机 当地云雾缭绕的美丽江景 总会吸引大批摄影爱好者前来取景 渔民们为了能与山水美景更加和谐 就会特意身着古装 在江上打鱼劳作 为的是让远道而来的摄影师们 不需此行 拍出山水的自然意境 此时终于到了唐大哥 展示真正的撒网技术的时候了 他这一网会捞上来什么鱼仙呢 我跟摄影师就这么说 来了,大家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来了 一、二、三 漂亮 配合着唐大哥的口号 鱼网在空中充分撒开 落入水中 唐大哥的动作娴熟潇洒 一气呵成 有收获 有收获 我看着白色的影子了 这条好大个儿 这条又四五斤了 这一网收获颇风啊 唐大哥说 他这一网中捕获到的雍鱼 也叫胖头鱼 其肉厚肥美 又因为这种鱼的头部非常大 非常适合做鱼头菜肴 唐大哥 咱们这船都靠岸了 我们就摆几个pose 让摄影老师给我们拍拍呗 收获满满 一、二、三拍 带着收获的新鲜雍鱼 味道调查员找到王雍军大哥 所有食材已经备齐 那倒令见得人 嘖嘖称赞的鱼头菜肴 该怎么烹制呢 您要的这鱼 我是给您带回来了 这一分为二摆在桌上了 是要做一道什么菜 做一道九姓鱼头王 鱼头王我能理解 这九姓是什么意思 九姓就是九个姓 他们生活在建德的三江流越 以船为家 世世代代都打鱼 所以是九个姓式的渔民 他们做鱼的一种方法 接下的鱼头部分准备烹制 可味道调查员发现 王大哥竟然将鱼尾部分也留下 准备作为食材入菜 那咱们这不是鱼头王吗 你这鱼尾怎么上桌了呢 这也是渔民特有的一种制作的方法 王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 烹制九姓鱼头王 这鱼尾部分的鱼肉也是要入菜的 而且经过烹制的鱼肉 还会具有一种特殊的口感 那会是什么滋味呢 很早以前 生活在建德的九姓渔民 常年以船为家 食物也以鱼鲜为主 因为很少有机会能够吃到猪肉 所以渔民们便想出了一个 在吃鱼头菜肴的同时 将鱼尾部分的鱼肉 加工成具有猪肉般口感的办法 来满足口腹之欲 不承想用这种特殊方法 烹制出来的鱼窑别具风味 成为了传承至今的 建德经典名菜 九姓鱼头王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加工方式 才能让鱼肉吃起来 具有猪肉般的口感呢 先将鱼骨踢下去掉鱼皮 再片掉鱼肉上腥味较重的红色肉 将白嫩的鱼肉 片成均匀的鱼肉片 裹上生粉 接下来就是让鱼肉片口感 发生变化的关键步骤了 所以这个步骤是把这个生粉 要敲到鱼肉里面 裹上生粉的鱼肉片 通过持续敲打 使生粉与鱼肉逐渐融为一体 让鱼肉片变得又大又薄 将所有鱼肉片逐一敲好后 入锅焯水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鱼肉中的生粉与热水凝固 迅速与松散的鱼肉融为一体 王大哥说 这样加工处理过的鱼肉片 便能拥有类似猪肉般紧实的口感了 其实看着也有点像那种里脊肉片 菜籽油烧至五成热 鱼头下入锅中煎制定型 待鱼头表面呈金黄色 加入黄酒去腥 倒入提前准备好的高汤 待开锅后蒜瓣 姜丁 小米辣段入锅增香 再加入辣椒酱 增加咸味的同时 还能为鱼头带来独特的酱香 老抽上色 白糖提鲜 各种调味料的滋味在锅内碰撞融合 让新鲜鱼头的味道不断升级 小火慢炖约十五分钟 就轮到之前加工好的鱼肉片登场了 它是滑到锅里的 鱼肉片入锅后炖煮两分钟左右 点缀上葱花 青红胶段 色香味俱全的九姓鱼头王就出锅了 除了鱼鲜 王大哥又烹制了另外几道拿手好菜 鲜肉丁炒熟后 与萝卜丝 生粉一起抓拌均匀 团成丸子状 大火蒸十五分钟 晶莹饱满 有着团圆寓意的肉圆就制作完成 选用当地的水压 用花椒盐 香葱 按摩腌制十分钟左右 清洗干净 将姜片 桂皮 八角 干辣椒 香叶 香葱 一同炒香 加入黄酒 水 老抽 白糖 腌制好的水压下锅卤制二十分钟左右 红亮诱人的半朵鸭 切块后即可上桌 村里的长者们陆续落座 敬老宴会开始 我们请了八十岁以上的老人的一个大聚餐 我们把老人看作是一个宝 现在的同时又很有滋味 健康 长寿 热气腾腾的九姓鱼头王 在金色汤汁的衬托下 显得格外诱人 鱼头入口软嫩鲜香 轻轻一加便可轻松脱骨 吸满汤汁的鱼肉片 吃起来有着猪肉般紧实的口感 细嫩又筋道 一道九姓鱼头王 是健德人世世代代 最难以割舍的传统家乡风味 老人们吃着可口佳肴 老着家常 一场敬老宴 溢出了浓浓的幸福味 在健德冬季的荷塘里寻宝 会找到哪些意想不到的食材 怎样用一片枇杷叶 巧妙抓住灵活的散养鸡 这有什么用啊 味道调查员听说 在健德市大慈岩镇 业吉大哥的民宿里 有一道招牌冬季营养菜肴 最受时刻欢迎 这道招牌乡间风味 是怎么制作的 又会是何种滋味呢 味道调查继续进行 2016年 叶吉同自己的河北媳妇 萧英南 一起返回家乡建德创业 经营起了民宿 两人虽然有着较大的身高差 但却一直恩爱有加 谈起一同与自己辛苦创业的妻子 叶大哥总是爱意满满 他决定亲自烹制自己店里的 那道招牌冬季营养菜肴 来犒劳妻子 于是他带着小儿子和味道调查员 一起来到自家的河塘里寻宝 在这冬季的河塘里 会藏有什么美味食材呢 叶大哥说 当地连农都会在河塘里 套养寄鱼 甲鱼等 综合利用空间的同时 还能提高收入 这次他要找的食材就是甲鱼 但甲鱼到了冬季 喜欢躲藏在淤泥中 难寻踪鱼 所以要用鱼叉细心试探 才能寻得 没有办法看到一点 它在水面上的痕迹吗 几乎看不见 除非你就是搓了以后 它可能会冒出来 就看一看露了 搓到那个硬壳 那肯定下面必须有货 味道调查员没想到 甲鱼还未寻得 却在这荷堂中收获了其他惊喜 老爹,看我发现了什么 有货 那边有什么东西 好像是甲鱼,不对 应该是一条鱼 对,是鱼,快抓 一分钟,跑了… 甲鱼没抓着,抓着一条鲫鱼 莲子鱼,马上搜 我感觉有戳到什么东西 叮当响的感觉 叫什么 对 我刚才插了半天 叮叮当响的 是一个瓦片 对 再找找 叶大哥说 这意外收获到的鲫鱼 与莲子组合 也是一道见得特色美味 将鲫鱼煎至金黄色 依次加入姜丝 蒜片 干辣椒 白酒 酱油 白糖 老葱 水 莲子 烧制约二十分钟 受人欢迎的莲子烧鱼 便做好了 味道调查员和叶大哥 寻觅半天的甲鱼 还未见到踪影 它们到底藏身在哪里呢 像这种概率也是比较大的 为什么呀 因为它有一个天然的一个洞悬 就不用它自己去挖了 好像有东西 好像有 我看看 我扭我 有个壳 有个壳 壳 它在动 我伸了个脚出来 我又不敢碰 我怕它的头 咬我 这尾巴 这尾巴 抓住后腿 追不住 它在往里面钻 它是回家了 它在抵抗我 一二三 放下来一个 一身泥 它刚刚在拼命地反抗 在经验丰富的叶大哥指导下 终于收获了甲鱼 可叶大哥说 还有一种食材 需要到他家的后院去抓 原来要找的就是这些散养鸡呀 叶大哥摘了一片枇杷叶 说是要用这片枇杷叶去抓鸡 这让味道调查员百思不得其解 一张枇杷叶就能抓鸡 对 够吗 够了 有一张就行了 这我有点 录不明白了 如何用一片枇杷叶 抓到灵活好动的散养鸡呢 味道调查员赶紧向叶大哥讨教 那咱们今天要做这道菜的话 一般是要抓什么样的鸡 那一片就是散养鸡 那我就拿着您说的这神器去抓鸡 我要教你怎么做 怎么抓鸡 叶大哥剪掉枇杷叶的两端 折成圆锥状 用树枝固定后 再将一小块猪肉 用树枝固定在其中作为诱饵 一个小巧的抓鸡神器就制作好了 利用这样一个简单的小工具 怎样可以抓到散养鸡呢 味道调查员小心翼翼地 将叶大哥制作的神器放到了鸡群中 神奇的一幕就出现了 真的会 这个啄起来了 它现在眼睛被蒙住了 对 你就抓 对 就抓 它都不松口 它想吃 抓着了 对 真的有用 这个鸡刚刚叼着那个肉 它是不松口的 所以整个叶片是把他眼睛给照住的 它就看不见了 我一抓给它抓起来了 原来这个方法真的有用 我第一次见 你很神奇 这个就是三黄鸡 对 这种抓鸡方式 看似简单 实则充满了智慧 当鸡灼着枇杷叶里的猪肉不放时 枇杷叶就会遮挡住鸡的视线 让其行动迟缓 趁此时机快速下手 便可轻易将其抓获 此时味道调查员注意到 叶大哥在不停地摸鸡脚 他这是在干什么呢 您这是给它拔了一下脉 看一下它这个脚踝比较有弹性的 就是年轻力壮的 是这个位置吗 对 这是有一根脚筋是吧 对 老一点的鸡的话 可能就比较硬邦邦 原来叶大哥凭借多年养鸡的经验 可以根据鸡脚踝处的脚筋弹性状况 判断出这只鸡养了一年左右 身体正处于最佳的状态 其肉质鲜嫩不柴 正是他要选择的上家食材 叶大哥用营养丰富的甲鱼和鸡搭配 会呈现出一道什么样的家乡特色风味呢 叶大哥 这食材这么丰富 是要做一道什么菜啊 甲鱼莲子鸡 咱们这还加莲子呀 对 莲子是我们这边的特产 我们水好付吸含量高 这个味道又粉又糯 叶大哥说 将莲子加入到这道菜肴中 解腻的同时还可以丰富口感 鸡给焯个水 好 需要切割一下吗 做这个菜就是要全鸡 全甲鱼 叶大哥说 在当地烹制这道菜肴 讲究鸡和甲鱼要完整入菜 不能分切 同时鸡针 鸡心 鸡肝 甲鱼蛋 这些食材也必须要一同入菜 寓意着实全实美 将超过水的鸡和甲鱼 清洗过的莲子 姜片 依次放入锅中 加入山泉水 大火煮至沸腾后 转为小火 继续炖煮两个小时左右 汤汁表面逐渐泛起点点金灿灿的油花 为了最大程度的保留鸡肉和甲鱼的原汁原味 出锅前 不需加入太多的调味品 只加入少许食盐即可 一道营养丰富的甲鱼联子鸡 再配上几道农家菜肴 加宴就开始了 还蛮好的 基本上做到了我们这个菜的特色 方白 油粉 真要剪成了 这莲子特别粉糯 这个特别的滑嫩 以饮料带酒 天堂地酒 为了我们大家的幸福生活 干杯 干杯 新鲜出锅的甲鱼莲子鸡 汤汁浓白 浮着一层金灿灿的油花 令人口舌生津 莲子入口 如软糯细腻的莲蓉斑 在舌尖上化开 含有丰富胶原蛋白的甲鱼裙边 口感香嫩顺滑 鸡肉鲜嫩布柴 浓香扑鼻 一桌用心烹制的营养丰富的菜肴 满含的是叶大哥对妻子的感恩与体贴 在建德 有一道被当地人叫做千米飘香的香煎风味菜肴 据说竟然是用两种带有臭味的食材搭配在一起烹制而成 那会是一道什么样意想不到的美味呢 味道调查员来到建德市阳村乔镇 找到了擅长烹制这道菜肴的陈斌大哥 陈斌开店的这条街之前曾是国道 有许多过路司机会选择在他的店里停留吃饭 补充体力 恢复精神后再继续驾驶上路 如今虽然开通了高速公路 但是仍然会有许多曾经的老顾客 宁愿绕道 也还是要回到这条街上来吃饭 只为能再次尝到陈斌的好手艺 这不又有几位司机老友 特意过来点名要吃陈斌烧制的这道千米飘香 那么制作这道千米飘香 需要的两种有味道的食材究竟是什么呢 陈大哥约了味道调查员在菜市场里碰面 他说要采购的这第一种有味道的食材就是猪大肠 可是味道调查员发现 陈大哥不挑猪大肠 却一直在看猪肉 这是为何呢 好 大哥您不是带我来买猪大肠吗 怎么一直在看着猪肉好不好 猪肉的品质决定了猪大肠的好坏 一只健康的猪它又健康了产内臟 烹饪起来的口感也很好 怎么看着猪肉好不好 大哥 这个猪肉的话它非常红亮 这个肥瘦香肌非常的明显 这个是上品 白色就是雪白液 它不会掺杂在那种别的颜色在里面 皮也非常的白没有不搭 肥肉比较厚一点 瘦肉比较薄一点 看着猪香 原来一般同一摊位上销售的猪肉与内臟 都是来自同一头猪 所以陈大哥会通过查看猪肉的新鲜度和健康状态 来有效地判断这个摊位上的猪内臟是否优质 在建德有许多用猪内臟来成就的风味菜肴 将猪肺切片炸熟 与蒜片 姜片 干辣椒段混合 煸炒出香辣酥脆的干烧猪肺 将猪肝切片用热油爆炒后盛出 另起锅加油 将蒜块 姜丁 小米辣丁炒香 放入酱油和料酒 然后将炒熟的猪肝片回锅翻炒 烹出见德人爱吃的爆炒猪肝 大哥甄选猪内臟的标准如此严苛 这一次能否购买到他众意的猪大肠呢 终于找着了 找了一大圈 怎么看这大肠新不新鲜 不好的大肠的话 它是发黑的 它这个是红亮的 有点粉粉的 这个颜色是 很臭很臭它 很臭的 不要上臭的 不要上臭的 现在确实它这个 味道很重的 内脏的味道是挺重的 老板 咱们要了这一副 特别湿线 陈大哥说 想要制作这道 用两臭食材结合而成的千里飘香 需要先将猪大肠腌制一下 用水和盐将猪大肠清洗干净 将蒜和姜拍碎加入 可以更好地帮助猪大肠去除异味 再加入干辣椒 清蒜段 适量的食盐 抓拌均匀 见得的特色吃法了 生腌大肠 拿我们露痰 将拌好调料的猪大肠 放入痰中密封 借助冬季里的低温和干燥气候 为痰中的猪大肠保驾护航 一周左右后 特色腌大肠才能腌制成功 两臭食材中的猪大肠 已经加工好 那要找的第二种 有味道的食材 又会是什么呢 这时陈大哥拿出了白豆腐 和一盆腌腌菜梗 一股特殊的气味扑鼻而来 有点像在海边那种 海鲜的那种腥臭味 对 用它的水拿来腌豆腐 腌豆腐 那不是出来叫臭豆腐吗 对啊 原来这第二种有味道的食材 就是用传统方法腌制的 健德臭豆腐 将新鲜的白豆腐放入痰中 加入散发着浓烈气味的 腌县菜梗水 密封腌制约72个小时后 就成为了当地人爱吃的臭豆腐 这个味道就挺重了 豆制品它自身会发酵 然后再融合了我们之前 加的那个卤水 它其实是一个 有点复合的一个味道 可别小看这种 有味道的臭豆腐 它可是斥炸在 健德小吃江湖中的狠绝色 软嫩的臭豆腐包子 酥脆的臭豆腐玉米果 臭豆腐加饼 飘香的卤臭豆腐 外酥里嫩的油炸臭豆腐 各种吃法随你喜欢 而最受欢迎的 当属陈大哥准备烹制的 这道千里飘香 那么这臭豆腐与腌大肠 两种有味道的食材 是怎样完成强强联手的呢 两个要有点 奇异味道的这个食材 一合在一起 它会香吗 千里飘香的差不多 千里飘香 我咋不太信呢 那我们来做试一下 用这么有味道的食材 烹制菜肴 却有个千里飘香的 好听名字 这太不可思议了 味道调查员 对这道菜肴的滋味 更加期待了 锅中倒入清水 加入姜丁 蒜丁 葱段 将超过水的腌大肠 冷水下锅 炖煮一小时左右 现在是皱起来的这个大肠 煮好的腌大肠切段 臭豆腐切成小块 陈大哥又拿出了 在当地家家户户 都会腌制的冬腌菜 取其叶子切末 将其中的水分挤干后备用 趁着锅中菜籽油达到八成热 先将臭豆腐块下锅翻炒 一下锅它这臭豆腐的那个味道 就被激发出来了 好像觉得它有点香 对呀 又觉得要切你 才要香嘛 待锅中臭豆腐块表皮呈金黄色 加入蒜丁 姜丁 辣椒段 和白糖 辣椒酱调味增色 料酒提香 翻炒几下后倒入少量清水 再把腌大肠段下入锅中 放入老抽上晒 加入冬腌菜的叶子碎末 增加咸鲜滋味 调成小火 再炖煮十二分钟左右 用青蒜段 红色辣椒菱形片点缀后 名为千里挑香的腌大肠 炖臭豆腐 惊艳出锅 现在真的很香哦 接着陈大哥 将棍子鱼放入锅中炸制 这种鱼学名蛇鞠 因其有着像棍子般直挺挺的形态 当地人称其为棍子鱼 另起锅烧油 将生姜 辣椒酱入锅爆香 加入料酒和水 下入炸好的棍子鱼 加入辣椒段调味 汤汁沸腾后大火收汁 再撒上青蒜段 青红椒圈点缀 一道红烧棍子鱼出锅 陈大哥的拿手菜 再搭配几样时令菜肴 一同上桌 千里飘香 是双冬 所以就两位大哥都很熟悉 这个大肠真的很软糯 我觉得做好之后就非常香 感觉就是一个大变身 这道名为千里飘香的菜肴 闻起来汁香四溢 令人垂涎 腌大肠口感咸香 软烂而不失筋道 臭豆腐入口香滑软嫩 独特的豆腐香萦绕在唇齿间 两样原先有味道的食材吃到嘴里 完全没有了任何的异味 反而有着一种叠句一格的独特风味 让人欲罢不能 时光荏苒 司机好友们总是想念陈大哥烹制出来的好味道 这些乡间美食是维系情意的纽带 更是心底里难以忘怀的温暖回忆 人们喜爱美食并不仅仅是身体对于热量的需求 其实也是在追求生活的品质 王庸君还在钻研创新 希望能烹出更多的家乡营养美食 孝敬老人 相敬如宾的叶吉夫妇 保持着对生活的激情与热爱 热情地招待着民宿里来往的客人们 陈斌仍然坚守在自己厨师梦想开始的地方 他的用心烹饪 换来的是食客们真挚的友谊与信任 为了生命中重要的人用心做好美食 为了心中怀念的味道千里奔赴 当味蕾与情感生出羁绊 人和故乡就维系在一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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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funcion